10点20分又到了我们余广大声共第二个阶段 一日主播的单元现场 这间的单元感觉非常的开心 那么今天大家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一日主播的节目之外 我们今天也开了直播 直播现场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酷的导演 为什么说导演 没有错 导演来行的 看着警察头就知道 没有错 在今天我们要为大家 要来我们不能说看一部电影 但是这部电影是值得大家好好来关心的 现在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场 有两位来宾 我们先来介绍既定位 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在中间的这一位 是我们的孙介恒导演 大家好我是介恒 导演看到这个镜头都非常自然 没有我们习惯拍人不习惯被拍 是这样子 好这是我们的孙导演 也就是我们这次所要讨论的这一部电影 第一位的孙导演 再来我们看到旁边这位 这是我们的东港的渔民朋友 我们的孔坤彤先生 大家好 孔哥好 他要我叫他孔哥 我比较老啊年纪比较大 所以尊称我哥哥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 今天感觉很欢乐 这个孔哥总是带来欢乐 那当然今天呢 在讨论这一部我们的 特海浪的故事 第一位第一位 我们修审就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位导演 孙介恒导演 导演你大学念的是历史 然后研究所念的是政治 是 然后现在是电影 这转折很大耶 对对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 其实影像是自己一直很有兴趣的东西 然后过去 当然喜欢东西很多 也喜欢历史 也喜欢国际政治 然后也喜欢海洋 所以前面一直会觉得 没有把影像当成一个职业去做 但心中会有些犹豫啦这样 所以一路就是这样念上来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很喜欢 影像很热爱影像 用影像创作 用影像说故事 用影像跟大家讲一些 我们想讲的事情 所以后来还是 就是决定走上 影像创作这条路 那就会把之前 的一些 学习到的东西 跟国际政治相关的 跟海洋 跟渔业相关的东西 就是把它 试着放进我们的故事里面 那据我所知呢 你之前拍过的电影 比如说 跟这个小琉球 比较相关的 像干儿子啦 等归人啦 这些都是有关于我们渔业 甚至是环境 海洋 这些环境的议题 那您对这样的议题 是特别的关心吗 或者是 为什么会特别要关注 这样的议题 我大学毕业 然后考完 考上研究所之后 我先去当兵了 然后退伍之后 我在等研究所开学那段时间 我去参加 我想说做一个完全 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就跑去参加海洋大学 那个海规志工 暑假 因为海规 夏天的时候会上岸产乱 所以那整个暑假 那我就在那边顾海规 对那不是只有顾海规 你当然观察到了这个环境和人的关系 人会不会因为这个海规保护区的划设 受到了一些权益的影响 好那可是海规还是很需要保育 所以这中间其实有一些冲突 那这就成为我以后一直很关注的一件事情 那从海规慢慢扩及到渔业 慢慢扩及到海洋 扩及到环境 所以我的研究所的政治学 政治所的毕业论文 其实也是写的跟这个相关 跟这个相关 好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不好 特海浪的故事 第一位 第一位 这个位呢就是欧昂层的位 鲍鱼的位 那当然了 这个这部影片的是公式新创电影 所来您所指导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我们想知道说 你要拍摄这个第一位的 这个起心动念 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企迹吗 大概六七年前 我还在就是学术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做跟海洋相关的 然后那时候接到一个工作室 你要去访谈沿近海的 沿绳调的船长 去做一些直信的访谈 就是半个小时一个船长 然后去问一下 这几十年来 他们一直在捕鱼 那他们觉得他们观察 台湾的沿近海海域 或者是甚至可能有到远洋 有没有一些变化 这变化当然包括劳动条件 包括环境 包括渔业资源 对那我们就是访谈 所以那一年我应该是访谈了 我记得是52位 哇这么多啊 对对对 就是有南方澳 有东港 有小琉球 然后有甚至有台东 很多很多的船长 然后去讲 那当然一开始 我们有设定的问题 就比较自视 那讲一讲 大家就会聊开 就会讲很多 他们自己在海外作业的故事 那在当中当然有很多 就是跟 譬如说不喂鱼的船长 那沿近海的喂鱼船船长 那他们 就会有很多故事 然后 他们讲 他们跟渔工的关系 或是在海上作业的状况 那时候我就觉得 蛮有趣 因为跟我们在新闻报道上面 看到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这报道上面很常会看到一个东西 叫海上碟血 对对对 那这个碟血的东西 当然就是冲突嘛 冲突最后引发了悲剧意外这样子 那可能是因为新闻这种媒体的形式 它篇幅很短 所以它往往就只能讲结果 就是谁 船长 杀伤了船员 或是船员砍伤了船长 或是甚至是死亡 那这是结果 可是其实在访问完访他们这么多的船长之后 你听他们 你花点时间认真听他们讲故事 你会知道其实 在海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它都有很很多的背景 很多的原因 那其实我只是当初想写这个 我们想写这个脚本 只是想要 试着用一点点篇幅 把海上工作生活的真实样貌 发生的事情带给观众 让观众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但是其实呢 要说到了这个在渔船上 大家也许对于这个 尤其是远洋渔船 船长跟干部之间 还有尤其船长跟这个所谓的 外籍渔工的这个 之间的一个相处 或者是工作的状况 这个外人呢 其实很难去了解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孔哥 孔哥你对这个最了解对不对 对 跟我们俗话说一下 我们整小时就都在冬港大了 我们家族 甚至 亲家五十朋友 大家只会都是客戈 来在生活 对 所以这方面其实我们了解很多 这道这个小孙 我叫小孙 他是孙导演 孙导 我都叫他小孙 他 刚好有人找他来找我 对 那我们看了他的剧本 其实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他主要里面就是要说 传一般我们像渔民 然后跟我们的外籍渔工 之间的互动 之间的情感 到底是怎么去呈现 那这一点 其实我们也觉得说 有必要让外面的人去知道 因为现在其实离开渔业界的话 大概外面的人 很少能够去了解渔业这一块 所以让外面知道说真实的状况也好 不然现在外面的人有的都看不过 都黑白说 有时候会误导 那有时候渔民 有时候也听到的 这不是属性的总控 所以透过这个东西 来让外界了解 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那一天刚好 渔业署的那个副组长 王茂城副组长来 我就跟他提到 他也很高兴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主管机关 也非常希望外界能够多多了解 渔民跟渔工 他们之间的互动 大概是什么关系 所以就透过 也透过这部片 希望大家慢慢的去了解 渔民 然后跟渔工 其实现在 渔民跟渔工已经不像以前那种 比较说从属关系 那只是以前那种概念比较早 现在的渔民像我 现在没有多少渔工 所以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一种伙伴关系 伙伴啊 partner 对对对 变成很重要的partner 他的关系 在这渔民有时候像 我们的渔民 十几月 十几月 外籍渔工 外籍渔工 带一个两个干部 你这外籍渔工 如果没有 没有要跟我们帮忙 我们的渔民就没办法出港 对啊 这是属性 所以外界有些人都会认为 说啊可能我们去救渔工 还是说我们去虐待渔工 这个都是不对的 嗯 要澄清一下 我今天把他求 他们今天 我今天不用说缺十五个 缺两个缺三个 我们现在现在才能够不够 对啊 因为那个船上的工作 他有固定的地方 要做什么做什么 啊所以今天缺了一两个 那重要的重点 要说滚车 滚大利没人用 那整个工作环节就断掉 动不了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非常注重渔工这一块 那这位小孙 他在船上拍的 他呈现说 干部就是我们渔民干部 然后在海上跟这些外局渔工 其实就像一家人啊 他们整个在海上的时候 在一艘船上好几天 甚至有时候好几个月 几乎就是 就像你们在家里一样 就像家人在相处一样 啊每个人都有情绪嘛 每个人也有在工作 言語上也会冲突 大家有时候心情好心情不好 有时候要够两句 有时候这个都会发生啊 他就是要呈现这一块 给大家去知道 在海上生活上枯燥滑味 那怎么去排排除 那怎么去发现这些情绪啊 嗯 那在开拍前 孔哥有给孙导上一下课 或是你是一个他的技术指导吗 有啦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剧本 我有讲说 啊这台面有的很多 好像跟实际上不太符合 然后孙导的意思是说 啊我都不可以教你们说的 都拍出来 那个我们是拍电影还是微电影 所以有些是要拍出来 就是电影 他的那个戏剧的张力出来 也就是说做那个 一些效果出来 对啊 所以有些他是以实际的东西 慢慢在做一些效果 有些东西其实 不是那么实际啊 在一些东西都要 那当然我们也放手去让导演去 去发挥啊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效果方面 可是导演你看哦 这个船舱那么小啊 你不是CT4的吗 孔哥是CT4的吗 那一艘是CT5的 CT5的 那一艘是CT5的 那是越小的是不是 比较大 比较大 你看其实船舱的空间都很小啦 听说你们拍五天哦 对五天 才五天的时间啊 对 哇而且听说这个过程很辛苦耶 拍片都很辛苦啦 但是就是因为 哎这个船上这个环境 大家都不熟悉 对 你说我们平常拍片 在公寓里面啊 住一间公寓或摄影棚 大家其实都知道 公寓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船 呃 剧组人员 可能我有上去过 然后大部分剧组人员 其实他们没有上过船 所以在那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要重新做这个 比如说做美术 我们要把那个 鱼工的船舱的橙色给摆出来 因为我们当初见那艘船 那艘船上面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重新 所以我们的美术 就会跑到别的船 说哎 借我看一下你们的那个船舱 是什么样子 那些船本来是空的吗 没人 应该是说应该是说 没有这么多东西在上面 那艘船 那艘船原本它是有在作业 那因为回来的时候 刚好在修补期间 所以有些东西它是先搬起来 比较空 比较空 一些渔具 他都正在整理 在整理中 不然你正常在做业 人家在贪钱 在这要怎么打败 也是 对啊 好 所以我们有 我们有几张 这个 在渔船上的一些环境的照片 来我们 我们来秀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啊 这柱是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床吗 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吗 睡觉的地方 这一张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较狭小了 嗯 船舱里面 船舱里面 对 还有吗 来 哦这个 但是我要说 这是便宿吗 对 这是厕所 厕所 那个船舱那张我要说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拍片 呃 学习到的地方 一般人对于船上的印象就湿湿的 然后作业 然后可能环境不是这么好 但是其实鱼工他们 至少我们碰到鱼工他们 他们非常非常在乎自己的起居空间 有爱干净 对非常非常爱干净 就是他有请我们说 我们进去城市的时候要脱鞋子 因为包括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作业完 他们一定是把湿的东西换掉 换干净的衣服 鞋子脱了 弄得干干净净 再进去到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打破 我们很多剧组一开始的印象 会觉得船上好像就是要这样子 但其实没有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就是要这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这边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对 那这个厕所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厕所 就是小小一间吗 对小小一间 OK OK好 那个 孔哥 我在想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呃 鱼工的一个生活上的管理 这是说 尊重来要求的 是要是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做 正常来说 他们自己 本身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 那尊重一般要求的 会在做工作的时候 尊重 大家尊重有他捏虎的方法 一般会教这个 一般生外生的 我们会讲到吃 青鸚一般都 讲到最好 所以其实以现代 其实我不知道外面有怎么看 如果我们自己在漁业看的话 很早期的时候 漁业到差不多你20年前 然后到10年前 其实你回头去看 进步很多 到现在我们再看10年前 进步非常多 是真的进步 不管各方面 不管人权 然后不管西医 改善很多 改善太多了 有时候回头去看一下 真的 漁业 也一直在跟着 像我们台湾一样 各产业 然后我台湾也在进步 我们漁业也一直在跟着进步 我也相信 所以你要稍微比较一下 对对对 其实在台湾这些 尊重 尊重 对 对虚工 这外籍渔工 我们 现在对他们已经 都尊重 我也一直在进步 因为 主管 主管 现在也一直在 算 帮我们指导 现在我们的那个 漁业里面的那个规则很 很严格 还有漁业商货 然后薪资 然后人权 其实我们都被教育的 对渔工也要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有人权 没错 所以现在进步非常多 你总今的计划高 红利要多一点 我们总今的计划 很多 其实大家回来 总今的计划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 经常计划 是啊 其实这种东西有一个 市场的自由机制 你其实你计划新的来 他对船上不了解 环境不了解 然后新的作业所法 他也不了解 我怎么还对头架架去 今天我们对计划比较好的 他回来 我们给他刮纸 对我们来说是省的 省一刮纸 因为他什么都蜡蜡 什么都蜡蜡 所以我们进大家都已经提到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要对他好 让他刮纸 其实我们的地方 我们也都用老线纹 真的 我觉得这个人员这样一直不断的流失 其实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因为 东港还有不只东港 其实很多渔越界 现在很主要就是我们的人员的断层问题 这样 台湾本身人员这种结构的问题 就一直在断层 孔哥 我们的现场指导 说你要看警察头 嘿 让我们大家看到你这个帅气的 这个孔哥的脸庞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呃 导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预告片好不好 好啊 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 啊看一下我们这个预告片 虽然短短30秒对不对 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 这是您工作的情形吗 哈 好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 我想看看背后 专业阿谷啊 第一位 我能够到我那层啊 好 好 就是30秒钟 对30秒钟 嗯 这个孔哥我刚看到的其中一幕 他在狗那个 那层肝啊 牛肌啊 当当耳嘛 那是真的很坏狗的吗 其实不是很坏狗的 因为他们 每到家里捏什么 以前他们在捏那个 他们用的是 呃 羊肌的 他比较多 啊不然一般 其实我们这虽然虽然说 岩绳钓有没有 对 那岩绳钓其实分很多种 你像这 哎 暗沉的哦 对 他们的棍子 没受伤 因为我们的叫暗沉棍 哦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镜头 如果你们看你们说 呃 有一个镜头说 昨天晚上那个 鱼公才睡两个多小时 其实这实际上 这没什么可能发生 没有啦 因为 因为这暗沉棍哦 跌跌而已 对 啊跌跌而已 他们处理主要 主要靠的是 纯正他们的经验 他们看那 流水啦 流水什么东西 啊如果捏到 很快就可以了 嗯嗯 啊所以 他们的棍子很低 所以一天里面 可能很快就放棍收棍了 嗯 所以你说一个 要困两两点 其实 不太可能 那是剧情需要吗 对对对 那是用效果 啊我们那像你们那像 我们那 我们那还有一种哦 我们那我们那还有一种是一种 滚烫的 啊哈 啊滚烫的 滚滚了 滚三千几支 哦 啊还有 还有一种 捏几头盒的叫几头 几头盒滚 啊哈哈 还有捏一种 葱仔仔 用手的叫扑滚的 导演你能听到吗 有 有哦 哎真的哦 导演听到吗 他拍这个 我们拍这个都要 哦 对对对 他他刚来的时候 他说跟我讲说 他住在小柳酒 有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 有一次他讲一个东西 我吓到 那时候要拍的时候 那上面要有 那个六七个外籍渔工 然后 我以为是那艘船上 原本就有那些渔工 就ok嘛 他跟我讲说 不是哦 这些渔工 他们要去应征 要真的会演的 我吓一声 我说渔工 还要去应征会演戏的 但是我真的有吓到 所以他真的很认真在拍 所以导演 这都是素人吗 素 这些渔工 对 渔工都是素人 除了渔安顺之外 真的渔工里面去应征出来哦 有没有很难啊 很难找出会演的渔工 我们确实在找演员的时候 发了 呃 花了一点时间 对 那这里面当然 呃 有大部分是渔工 但里面有两位 一位是劳工 但他不是从事渔业工作 对 那一位是 因为比较比较年轻的那一位是 目前还是学生 在台湾念书的学生 对那 你说男 蛮其实 还好 只是说作为导演你要跟演员指导他们演戏 或是我们之前在排练或是在现场的时候 呃你要沟通 因为又不是同一个国籍的渔工 我们设定的是菲律宾和印尼籍的渔工 所以变成那可能有时候可以用英文沟通 可是有时候我需要一些讲解比较复杂的哦 这个戏可能场面调度走位或者是情绪比较复杂的时候就要花一点点时间跟他们慢慢讲这样子 然后甚至做给他们看这样子 好 现在时间是十点四十一分 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那同时也可以收看到我们这个一日主播啊 今天所聊到的是我们这个土海人的故事第一位 诶导演有人在问哦 你这个中文的这个片名叫第一位 但是呢英文叫homesick 为什么呢 呃其实我们想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其实这个故事很很单纯 他没有要做什么善恶的判断 因为觉得在船上其实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像同拉哥刚刚讲的 他会有很动人的地方 会有很温暖的情节 当然也会有很冲突的 嗯会有很多的误会会有很多的 对这种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 是不管你在船上你是干部你是船长 你是鱼工你是呃你是比较资深的鱼工你是新人 不管是哪一个国籍 台湾人印尼菲律宾 其实共同就是大家出去其实都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收获 然后回家 没错 对回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所有人心中的念想 所以我觉得他或许是这个片子的核心 所以我们英文的片名就去叫homesick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想加的 好我希望这样子的导演的这个解答呢 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的这个疑问 好但是呢其实我有发现哦你们这个整个拍摄呢 呃会用这个所谓的手持摄影机来拍摄 这拍摄难度会比较高吗 哦当然这个摄影师也是很够力啊 我们摄影师王春雨对他呃那时候就有跟他讨论 那嗯船上的作业的环境其实是我觉得是真的蛮危险的 对因为那个在海呃海上海况不确定的状况下 对那我们想要让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面体会那种 这个这个工作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 对所以那所以我们尽量希望是用人的视角 是就是好像你也站在船上这样子 对那所以当这种时候我们就会选择用很大量的手持镜头去拍摄 对对对天呐我我我我我截取了几张导演传给我 你们的这个工作照那大家来看一下哦 诶这个是要登从这个帆船小小小小船要登上这个拍摄的船只 对不对是好这一张那那五天的风浪还好吧 还可以满幸运的满幸运的那就好 好再来你看这多你看就是这样很狭狭的空间 然后挤了一对工作人员还有演员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诶这张也是哦 嗯OK这就是摄影师在拍角主角的时候 在拍主角的时候这张真的是够惊险吧 他是在拍这个雨要上钩的时候 对我们在拍作业就是要拉雨上来的时候 天呐他这个摄影机还要手拿着摄影机 然后人人是怎样他要不要绑住啊 哦有我们有绑安全锁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这个安全的做法就是你脚架夹的摄影机朝外拍 可是体会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个你在捕鱼的时候那种很分秒必争的感觉 所以摄影师就说他还是要手持而且他不仅要手持他还要伸到外面去 是这个我补充一下 那时候我们的愉悦鼠 其实愉悦鼠其实 其实真的很不错 他那时候还一直盯我们说安全性一定要做主 是啊 而且安全人员一定要有两个一定要有两个专任的安全人员才准他们拍 现场就是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主管计判其实很注重这个东西啊 真的很注重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说起来也蛮软心的 是啊我们其实那时候一开始也没有很重心重点去注重这个 但是 愉悦鼠的特别交代 特别交代 特别交代 这拍摄的五天当中都不可以有任何闪失 他就说安全人员的编制一定要有专业安全人员在旁边 没错没错 他们对安全很很很很顾虑很重要 好这是 我觉得这张真的是蛮经典的 你们会不会怕摄影机掉下去啊 摄影师比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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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跟专业的摄影师合作就是这样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他希望他的画面可以再更 让观众更感受到那个张力 所以他就会 不然其实这种危险的动作 我们有时候导作为导演 还是要考量到大家的作业安全 没错 但是摄影师他就冲了 这个很专业 而且很敬业 对 好 哇 这是这是 这是怎么说 这是钓到的吗 钓到的 这个秘密 大家进去看片子就知道了 对 但这张的感觉就是很活 感觉大家要把这个鱼给拉上来了 对对对对对 好 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稍微先让我们 稍微评论一下 大家的剧照 你看这真的很辛苦啊 架着这个摄影机 然后还要爬上爬下的 好 OK 好这是呢 导演提供的一些这个 他们在船上的一些拍摄的一些工作照 那当然咯 我想了解一下 导演那你觉得你这样子从这些外籍鱼工里头去应征的这些素人的演员 你觉得他们表现的如何 我觉得很好 真的啊 我觉得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里面有一场戏是我要让这些鱼工他们好像下班后就是工作完之后他们自己有聊天 然后有一些休闲的场合坐在那边这样很惬意的 对那其实很难指导就是因为人很多 我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跟他们讲你们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 所以我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大概说你们要讲到哪些重点 好这个要讲到剩下你们就随便聊 对 结果但是我然后我有跟他们解释说 我有习惯即使他们可能戏分不多 我会跟他们解释说 呃你们的前面一场后面一场要讲什么 对然后你们的心态在这个船上的心态会是什么 嗯 然后结果他们四五个人就马上讨论了一下 然后就就开始了 就聊起来了 就聊起来了 然后因为我听不懂他们用母语 然后翻译在旁边我就有问他 对 结果 呃翻译那时候因为很及时所以也没有办法及时回来 所以我们就好好想就先拍完 对 回来之后我们开始做后置 请翻译帮我们把那段话全部译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吓到因为那个成果太好了 就是完全我要的东西全部都有讲到 然后他们又聊了很多他们生活上面实际会碰到的东西 他们实际会讲的可能船员彼此会讲一些比较随意 甚至有些有时候比较粗俗这种就是讲干话这种 对啊都放在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们好专业 把最自然的一面都呈现出来了 没错没错 刚好也是我们的导演所要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导演给素人演员的这个表现 是分数是挺高的哦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传商里面这个拍这部电影 我想也有就是属于比较温馨的一面 但我想知道说最困难的点会是在哪里呢 最困难的点当然技术上面来说就是技术上来说 但就是刚刚有讲到你在渔船在狭小的空间里面 那你很多东西你要去克服 对那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他其实就是技术层面 那拍戏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剧情和情绪上面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每一个演员进入到这个状态 对譬如说里面可能有一个渔工我希望 他在剧中角是被孤立的 对那我为了要让他感受到那个孤立 我就当然比较残忍啦 我就跟其他渔工还有剧组人员说 我们在现场都不要跟他讲话 就是你不要跟他聊天 不拍片的时候也不讲话 也不讲话 就是你要让他真的感觉到 他现在就在这个船上了 他也去不了哪里 但是没有人想要理他 那他的那个情绪才会在 不然你一咖你就在那边聊天 然后Action你要再做那个情绪 其实出不来 对尤其他们不是专业 没办法马上这样变脸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包括像顺哥他要跟他 跟他沟通他很有经验的演员 可是跟他讲一些故事 你这个轮机长的角色 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怎么样 然后让他进到那个角色里面 对 所以其实呢我想导演 用心在这个五天当中 就是听说这个 我们这个尤安顺说呢 他看到剧本的时候呢 他觉得你很疯狂 他觉得你是不是疯了 他说他生的那样就啦 但是他觉得最欣慰就是 观众的反应很好 对不对 对对 当然就是很谢谢顺哥他的演出 非常棒 顺哥很投入 那天那天首映完以后 他在那边讲那个 就是说他拍那部片的那种情感的投入 他那人家讲到流人类讲不出来 你有感动到 真的真的真的有感动到 好那我想呢再问一下我们孔哥好了 刚刚孔哥有提到这个月鼠嘛 他们对于这个整个拍片的这个 安全上的问题其实是很注重的 那当然这整个这个拍摄的这个前置啦 甚至是拍摄中期 或是后置的一些 呃 这时间点啊 或者是整个工作的一些程序 那这个学校室对到我们这个孙岛 嗯 有什么样的实质的一个协助吗 我这岛有拍这个片 说真的学校室 帮忙很多 嗯 因为其中很多程序 然后很多比较不懂的 然后我们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 对 那月鼠的长官 尤其像王副署长 哦他叮咛了很多 像有到我记得那个 哎礼拜二五月七号 那边要拍的时候 在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四下 王副署长直接打电话给我 说他们没有受过安全训练 是不准上船的 我们那时候也没想到这一块 对然后后来就说那要协调去开班 协调开班的时候 后来刚好他们也有一个巨组 刚好三十个人 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里面 三四个人可以直接开班 还请那个王副署长 还直接打电话来那个 哎那个训练科这边 啊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是ok的 因为有三十个人就可以直接开班 对所以那个礼拜干 刚好到下个礼拜一的下午一点 就可以直接开班 这都是 马上开班就是了 对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上 他有规定嘛 你只要一个团体他有需要的话 到三四个人他可以直接开班 对那也要上面的那个长官们有要帮忙啊 所以所以你们就去这个特训中心 对啊那时候我我原本也跟署长说 啊有需要吗 但是副署长他们坚持说安全性 一定要顾没有人担得起 其实后来我们想我自己在想这个 这个状况也说 还是他们有远见 考虑周到 真的真的是考虑周到 因为我们平常以前也没有拍过这个东西啊 是啊 说明他们也自己都没有啊 哎呀所以有其实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疏忽掉 可是 没受到啦 对啊所以蜘蛛虚的中官 大家一定都有考虑这点 他们会给我们的重点把我们提醒 叫我们这不论我们一定要做 好他们也以前说的 问题是他可能应该是看到那个钱 看到那个钱才想到 还好你们这刚好满30个 不然他们再来啦 一看就大家问题就对 要改进对要注意 他们他们很内行 所以一天之内就把所有的训练 就全部完全搞定了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的那个训练 好像就是一般的基本安全训练 就半天就可以了 我刚才洗干 原本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去参加对不对 就在隔壁 导演也参加吗 刚刚看到觉得很怀念 三年前 大家泡在水里面 所以他们这些所有剧组 不管扛机器扛什么 是全部受过基本安全训练的 不是乱乱搞的 也不是在演戏 是真的有去训练 这个永生难忘吧 真的 那天还下雨 主理的长官这次帮忙很多 真的帮忙很多 好但是我知道呢 这一部电影是 主要是探讨移工议题 这算是一部社会写实剧 对不对 那我们很想了解说 导演在这一部影片当中 你的关注点在哪里 还有你希望传达给观众什么意念 我当然我的关注就是希望是 让观众可以接收到的东西 那我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 我可以在就是在补充多说一些些 就是呃 其实船上没有大家想的这么这么复杂 我说人的关系 你就想像你去一个大学 你大学入学 你去住在一个大学宿舍里面 你宿舍里面有三个另外三个室友 或五个室友 你们坐在那边 你们可能都是好人 跟没有坏人 但是你们日子久了总是有些人 你可能看不惯他习惯不好 乱丢垃圾 不洗衣服 太晚睡 吵死了 对吵死了 念他两句 他可能也不开心 那就可能 那可能你也可能有跟一些 可能跟你原本背景 南辕北侧 因为住在同一个宿舍 你们认识了 你们感情变好了 你们可能变成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 那其实就是这样子 在船上就是这样子 只是说船上的那个环境更封闭 所以你躲不开 我们住宿舍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个人 我们就出门嘛 去上学 但是你在船上你躲不开 你每天要跟他生活 你每天要跟他作业 所以其实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情绪 我觉得会被放大 对这个情绪当然有好的 有不好的 对那 我其实就是想要呈现 让观众看到船上的这一面 有很温馨的人与人的互动 关怀 但确实也有冲突 但这个冲突都是有原因的 其实我很想让观众了解这个 你看完之后 或许你下次再看到 海上叠写的新闻片段 你不会这么任意的下评论 说啊你看 鱼工都怎么样 你看船长都怎么样 怎么样 不会 因为你会知道 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背后 是应该会有他们的故事 会有他们的原因 没错 我很希望带给观众这样的想法 孔哥那你看完之后 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部这部片我整个看完以后 我最感动的就是 鱼工 然后跟渔民在海上 其实他们长期相处下来 不管在海面上 他们是在吵架 大小的山 但是你注意去看 他们就像一家人 他们也没地方跑 就在这个小小船上 可能要相处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如果像你们家的人 你们家在现在 有可能也是 王家 吵架 口角 这都会 没有隔夜酬 对 比尊丁 只有就像这样 是啊 我也觉得必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小船 这个东西 应该要给外界的人 越来越了解说 我们虚人 跟虚工 其实 到外面就是像一家人 你现在你有看 诶 导演什么 来导演先说 我只是想要 讲一下 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 讲到因为 渔月鼠这次其实帮很大的忙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导演 因为确实我们脚本 交出去的时候 呃 我们知道这个脚本 要让工部门去支持我们 有一点困难 因为就像我讲的 它里面当然有 有人与人相处 温馨的地方 但其实确实有冲突 对 那这样的冲突 有时候你就会想说 啊 工部门 会不会不想要看到这些东西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冲突嘛 是 对那 跟孔大哥讨论之后 他 呃 给约署的长官们看过 诶 他们其实还 蛮支持这个东西 也愿意说这个东西 让一般观众的 一般观众来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诶 蛮 蛮 蛮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大家越来越开放 然后 越来越把这个议题打开来 然后让大家一起去探讨 不要去做一些 呃 不要很快去做一些 呃 价值的判断 嗯 没错 所以我印象蛮深刻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导演呈现的不是什么什么黑暗面 他只是呈现一种真实面 哈 是真实面 好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这个第一尾这部影片呢 其实在 今年我们的高雄电影节 已经有播放过了 但是我没好看 嘿 真的很可惜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如果在高雄电影节错过的话 导演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看得到 预计公事明年初 2020年初的时候 会在公事的主频道播 然后播完之后 就会呃 在他们的公事加7的这个网路平台 是 会在上面有7天 你可以随随点随看 好 对 好我们欢迎大家呢 就明年初哦 大家锁定一下公事哦 那锁定我们这一部呢 呃 由我们孙杰恒导演所导的这一部 咱特海人的故事 就叫做第一尾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哈 好那也希望说 我们这个导演呢 以后还有更新的作品 好更多关怀我们的这个 愚民朋友的这样一个作品 能够再次呈现哦 好不好 谢谢 那下次如果还需要帮忙的话 还是找孔哥了 一定 我一定尽力帮忙 我缠上了 再上孔哥 好我们今天再次的谢谢 我们孙杰恒导演 谢谢 还有我们的孔哥 谢谢 好感谢啊感谢啊 我们今天的待遇节目 就进行到这来 来最后还有结婚间 我们准备的这个歌 这些人自由发挥 是个大来的 叫做打电影 来这是为了我们导演播的 好我们来听歌咯 谢谢您的观赏 谢谢你们的收听咯 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拜拜